中国人爱存钱的标签正在淡去 近期,央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8月,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8.3% 而此前39年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 从未跌破过9%,与存款分子的整体下滑相比 居民存款分数下滑更为严重 从2008年到2018年 短短十年间,城乡居民存款分数从18%下滑 到了7%左右,居民少存的钱到底去了哪儿 消费挣钱赶不上花钱快有钱就得花出去 咱们的老观念得改改了 省吃点用大半辈子的张连池退休后 在黑龙江的老家待不住 拉着老伴常年在外旅游 国内游后又把东南亚国家玩了个遍 一年门外桌旅游五六趟 三年前,老两口在三亚苟置了房产 留在银行卡里的存款只有几万块 老张一家人的生活 这是中国人消费趋势的缩影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今年来持续走高 可居民似乎越来越不热忠存钱了 日常消费 理财和购房 成了存款搬家的最长去处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公布的数据 2018年上半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8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9.4%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78.5%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8月份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1542亿元 同比增长 9% 增速较7月份 又加快了0.2个百分点 商务部预计 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发展的态势仍将持续 挣钱赶不下消费的增速 能存下的钱自然就少了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63元 同比增长6.6% 延续了一季度以来的平稳增长态势 但仍然小于9.4%的消费增速 理财收益缩水但规模大增 直到云额宝收益越来越低 没想到最近都破三了 在支付宝蚂蚁财富的页面文章留言区 有用户感慨到 打开云额宝平台 最新置顶显示的9月29日年化收益率 仅为2.81% 今年以来 包括云额宝在内的宝宝类理财产品收益率 一路走低 市面上甚至银行系理财产品收益率 都处在下滑趋势 连续6个月下跌 收益率到5%以上的不再多见 银行理财连降6个月 余额宝收益率跌破3% 再加上网贷行业大洗牌 居民的存款是否出现回流 我工资奖上的余钱都赚去卖余额宝了 在一家国企上班的烟柳说 虽然收益率下调 但还是高于银行利率 用得也方便 所以并不着急倒腾出来 他的理财方式 在年轻人中颇具代表性 一个类宝宝类理财 未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 近几年来正抢夺着银行客户 特别是年轻用户的存款 对居民储蓄存款分流作用明显 截至6月 余额宝天宏基 经规模就已经超过了1.4万亿元 一边是收益率不断下行 另一边却是货币基金行业规模的爆发式增长 去金融数据分析服务商WARN的统计数据 2017年年底货币基金资产规模累习1万亿元 今年以来货币基金规模一路走高 到8月已达8.4万亿元 业内人士透露 近几个月拥有低风险 高流动性 双重优势的中短债机接受的市场追破 规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购房房贷快速消耗家庭储蓄购房 成为居民存款的另一大重要流项 今年各家银行发布的半年报数据显示 银行房地产贷款投放规模仍至高不下 26家上市银行中共有19家银行房地产行业贷款余额高于去年同期 只有7家银行贷款余额有所下降 且以中小银行为主 尤其是上半年三四线城市的各代增长明显 少富观和月工支出快速消耗了家庭储蓄 央行近日发布的8月金融统计数据所征了这一点 8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28万亿元 分部门槛 住户部门贷款增加7012亿元 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598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4415亿元 不久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公开表示 中国居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赤字部门 后果很严重 以防行业关注 居民存款减少会带来哪些隐患 业内人士分析 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 可能会引发金融 风险及连速效应 如果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幅度过于明显 将会加大整个社会的债务偿还压力 使金融体系变得更加难以承受风险 不过据中国人民大学近日发布的宏观经济热度数据分析报告 未来存款增速傍慢 会是一个常态化现象 并不值得过度担心 报告称 居民存款增速创新低 已有大量存款理财化的因素 正反映了居民投资渠道的增加 来源 北京日报 请不吝点赞 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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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